喂 喂 呃 我們是 我們是第一組 然後 然後我們題目就是說 在今年 在科學 在新術科學園園區有兩家 一個是台積電 台積電一個是三級 然後他們兩家晶圓廠 他們在今年呢 就說 今年生產的每平方公分面積的晶體數 為A跟B 然後 然後隨著科技的進步 他們 他們生產的晶體額越來越小 然後 然後那個 台積電他們每年 平方公分面積 晶體數成長的倍數為C倍 然後三星為豬倍 然後 然後 然後第一題就是說 請問哪一年 台積電每平方公分面積生產晶體數 會超過三星 ABCD是用Input的讀入嗎 對 ABCD是用Input的讀入 然後第二題就是說 然後根據市場 然後 而兩家每年都會固定 產出十平方公尺面積的晶體 作為外銷 然後請問哪一家在哪一年 除非先賺超過五百億 然後當年的利潤是多少 然後第三題就是說 台積電每年都會把當年所賺的 那個利潤的10%作為紅利獎金 然後已知台積電 在那個晶圓廠的員工總共有居位 然後請問在2023年底 每位員工可以拿到多少個紅利獎金 2023年 對 對 2031年 然後第四題就是說 台積電他們每年年底 都會給每位員工打那個 就是整體分數 然後並給分數 80分到100分的員工額外的獎金 然後 然後獎金的分類就在下面 總共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分數95到100的員工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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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區間的員工會 會多1萬塊錢台幣 然後90到94分會多5000塊 85到89會多2000 然後80到84會多1000 然後 然後第四題的題目就是要叫你列出 80到100位每月員工的額外獎金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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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分數 分數 一樣會從input 去讀物 好 然後 欸 input 會列幾位員工 喔對 我忘記打 總共是20位 20位 OK 然後 這裡是 input 好 欸我們就只有 input.tmc 是不是 名稱 OK 阿這是我們的 我們的input 這個 然後前面這個就分別是A A到G OK 然後下面是 下面是順序 然後右邊這邊是分數 好 欸 所以你這邊列出來的是 已經符合 多給 獎金的人 是不是 對 OK 如果我到時候改 有些是沒有達到標準 大家應該也會超過去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output檔 這是我們的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就是哪一年 就是 就是哪一個場 然後在哪一年 然後他們當年賺的那個 就是超過五百億的 之後賺的錢 然後 然後第三題是 每位員工 他們每年 能發到的 同利獎金 然後 這是第四題 第四題 這個後面就是 就是 對應 就是對應分數 所給的額外獎金 看程式嗎 喔對 他就是我們的程式 OK 四個 Wteam 對 就是四個副程式 好的 然後最後都會在主程式 trim trim的出來 然後一個副程式 就是對應你一個問題 對 OK 好 很好 要不要解釋一下 你的程式嗎 你講 呵呵呵 你講 就 前面是那個嘛 Fail設定 然後這裡 4H1到7是讀 那個 七個 input 然後 第一個是 調過 就是第一行調過 哪裡 可以調過 還是沒有 ABCD ABCD 沒有嗎 這個就是 就是我把 那個 讀進來的 那七個 input 把它變成 就是 我題目裡面的 ABCD A到G 然後 第一題就 第一題就這個 就這裡而已 然後其他全都在副程式堡 OK 所以你的形式不是用旅客 而是 用一個參註把它回傳回來 呃 對 然後 第二題是 第二題 我用那個指標 因為要回傳太多 有三個東西 等一下 好 然後 第三個 我要解釋什麼 呵呵 第三題 幾幕啊 題目在哪裡 第三題 第三題就比較簡單 就是單純的計算而已 所以就在底下打 就是算 直到那一年 會賺多少錢 10%是你們想的 還是真的就是 10% 我們大概去抓吧 大概 對 台積電10%是分紅 呵呵 是不是啊 因為他爸是台積電 他爸 他爸 呵呵 反正就是 現在網路上抓 那個 都可以看得到 對啊 就是大概啊 然後再抓了一點 然後 第四題就是 就是 就是 我看一下 這邊是前面是讀那 20個員工的數據 然後後面是 就是 就是把他們print出來 就是 每個員工多少錢 然後 那個 每個人分數 分到多少錢 就是在 Fore圈裡面跑 所以裡面分內 嗯 對 就大概這樣 好 OK 等一下請你 執行一遍給大家看一下 好 快 弄 他在哪裡啊 他在擠啊 他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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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跑出來的 這是跑出來的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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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錄影 要關掉嗎 對 好 關掉一下 谢谢大家